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3日 星期一 港股今天也有牛皮拉鞋 開市那一刻叫做得比較好 但是很快還是回落到27,900 大約這些水平 其實那時今天是挺悶的 根本上沒有太多的方向 到了美市的時間 亦都看到有一些 我想根本要夾上去 即是回到美市大概是59分 那一分鐘裡面 大市才叫做反彈 亦都是重上27,900的水平 以明天來說 其實今個星期 都只有兩天半的交易日 明天只有半就市 也預計成交量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還有在近期的時間看 也是叫做炒股不炒市 今天也是 今天其實很多的板塊 你可以說個別來說 都有一些很容易 特別是那些手機設備股 你會看到順宇和瑞昇的股價走勢 都是比較偏鹹偏弱的 但是相比之下 有一些二三線 好像通達 這個叫做高位電子 就有一些比較好的表現 這也同時 在前途上 可能資金也是炒追落後 有一定的關係 不過 因為剛剛提及到 明天只有半日市 應該都預計 交投比較淡之餘 大市本身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很大的變動 還有我相信 你說在年底之前的時間 除非 中美幣的談判 有一些新的消息 比例上是正面的消息 否則的話 大市要站在這些水平 應該都有一定的難度 這就是近期 我都一直反悔強調這些情況 Dixon也恭喜你 因為你都說你沽了貨 留一隻 這個叫做 阿里巴巴 另外你看得到 不過這一點 你覺得很對 就是好像 941這些傳統的藍燈籠股份 都可以升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戒心的 中資電訊版塊 上星期其實挺威風的 特別是 星期五的時間 其實外國市上升 這些中資電訊股 都可以說是有相當大的貢獻 但是 正如之前 我跟大家說很多東西 就是說 中資電訊的營運商的股份 其實 5G的年代 他們是會受到拖累的 所以 你說他們升 其實在某程度上 都真的有點炒到 沒有什麼好炒的 所以 這個也可以說 是一個其中一個 大家要 知道的時間 要關注的訊號來的 但是 沒有啦 電訊版塊 也是要懂得選擇 你剛才提到 你5G的那些 就考慮一下 一些設備股 那些 相比之下 會比較 穩妥一點 這樣 今天 其實今天說的東西 真的不多 因為 我傳統上很多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還有 我想大家的心情 都已經 飛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 可以 隨話短說 還有 發聲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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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見有朋友 問1373 怎樣看法 那我也 可能跟大家解釋 這個狀況先 好嗎 其實 你說 這個國際家居零售 即是日本城 業績表現 我想我會認為 中規中矩 其實你說 它是不是很好 不見得是 但是 差得有情有可原 因為 你說它差 又不算差 但是 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它那個 叫做 銷售 有增加的 增加7.2% 但是 營業額 那個叫純利 其實是跌了的 最主要都是 香港區這一邊 那個情況 有些 受到 可能你說 新開店鋪這些 成本 以及一些 即主要在這方面 它都提及到 可能是一些 叫做 什麼呢 可能是 店鋪和倉庫的 租金上調 因此 令到公司的成本 在香港區這邊 有些影響 從而 香港區這邊 的分割利潤 其實是跌了的 但是其他地區 就 比較持平一些 還有 其實你說 國際交易零售 有一個比較大的賣點 就是說 它錢多 其實呢 你看回現金的 現在這一刻 它那個叫做 現金的餘額 或者是 它的現金值 它差不多 先說 差不多 三億多 現金及等值 等級 等級等級 而這個 在債務上 只有二千多萬 就是處於正現金的狀態 所以 除非它有大規模的 一些法治 和一些拼救 否則的話 我相信公司 接下來一段時間 都依然有一個 比較慷慨的股市率 而且 因為 此外做零售業 其實 我以前路上 我想 雜貨的問題 都不算很嚴重 所以 對於 它的行業來說 所以 按道理 它還可以派 派息度增加 最主要是 錢多 這個因素 但是業證 有一件事 我比較想 有關注的是什麼 其實如果 從業證看 它的融資成本 增加了 由上一年度的時間 直至 十月三十一日為止 上年 上年的時間 只有三十萬 今年增加到 一千一百多萬 這是增加了很多 但是 為何會突然間 融資成本 會增加這麼多 這個可能 我再要 再看一看 看看 那些業證 有沒有詳細交代 這件的狀況 但是 這份業證 我自己會覺得 是一份 中規中矩 不算普遍 但是 也不算差 的業證 所以 它的股價 也沒有特例表現 零售板塊 其實 大家預算 業證可能會比較差 但是它出來 它真的不差 這一刻 也值得 所以 你只可以說 業證表現 我也會收貨 有貨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 拿著它 如果剛才提到 融資成本 突然間增加了這麼多 這是要關注的 但是 沒有很多 因為現金多 現金多的話 你說 是否有些 建立息高 還債 要再看 另外 看完之後 說一下大昌行 大昌行 私有化成功了 但是 哪一天 正式跳 不好意思 剛才進來之前 真的 但不要忘記了 我會再看一看 這個 可能明天的時間 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問五仔 不用想 五仔 就先拿著它 不是第一次說的 因為 其實你說五仔 假設有7A色的話 拿著它就無妨 除非 它真的這麼壞 它不派 派息高方面 是有些減少了 這個是要關注的 但是 暫時來說 我想到這些價位 現在才考慮沽貨的話 又好像 不是 很值得 是的 我會覺得 現在這些情況之下 都先守住 拿著它 但是 我經常都說 銀行業是 閉熱之無 經濟差的時間 它一定受到影響 所以 所以你說它的業績表現之後 會怎樣走 我也是那句 都難以幾個口罩 但如果你既然有貨的話 先拿出去 雖然我看得到 你說我都試了差不多二十元 但是中途 都派到不少顏色給你 應該都 我前途上 補回一些 但是 沒有的 五仔 你現在的位置 叫你沽的話 我也覺得 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買又不要買住 所以你說有貨還沒拿著 但是沒有貨的話 等到7A色 R&E水平的時間 買 就相對的直播空間 會相對比較大 這樣 好了 那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發聲之後有點麻煩 都要喝了一口水 我們明天再見 雖然只有半日試 我都會錄完一段片 先去放假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